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起讀 上周一我们乖乖攻占了BBC这个国际媒体 英国媒体 这周我们又用了干旱来再次登上它的版面 先读标题给你听 Why the worl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台湾's drought 为什么世界应该要关注台湾的干旱 所以drought这个字就是不下雨 就是旱灾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打出来给你看drought 等下还有类似其他的词我们再看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些词包括像水库这个字 因为水库都会干的嘛对不对 那虽然说我们台湾会有季风 东北季风 季风这个词会怎么讲 难道就叫做seasonal wind吗 有这么一个蛮漂亮的字等下就看到 那水库都干了 那干这个字可能会用什么字呢 除了用dry之外 有没有别的字就是里面水都耗尽了 耗尽这个字 你想到浩尽难道只有use up吗 我又有别的字可以用 那政府还去限制了农民们的灌溉 所以灌溉是一个挨开头的词 等一下会看到 虽然说政府会补偿农民们 可是这些补偿 它这些补助有的时候是被地主拿走 不见得是农民拿走的 所以可能也帮助不到他们 那会说有一些制水上的改革啊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这些常常都变成是一种说空话 所以说一些空泛的话 帮助不要没有用 所以等一下没看到这个词怎么说 而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真的水利上的管理方面的部分 就是虽然说我们有时候雨很多 可是我们会有土壤流失啦 那土壤流失从山上冲刷下来之后 进了水库里面还会造成 呃这些沉积物的累积 就变成是不是水库里面的那个capacity 反而变小了还是之类的 我有听过这说法你知道吗 但是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了 所以呢我们也别这么努力抱着希望 因为雨真的会来吗 我们去年好像就雨 没有台风来 结果雨季也没太多的雨 所以我们也不要抱着希望 说不定到了五月六月还没什么雨 但希望这次的台风会带来一些雨量就是了 好 那还有像自来水跟水龙河这两次 呃还蛮有趣的 等一下看一下 所以希望你不要看到这个已经想关掉了 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好像还蛮 好像还真他妈的有一点点 蛮无奈的 因为一直不下雨嘛 那大家就担心着没水用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的内文 所以这边看到一个家伙 有一个照片来当他的头版头条 不是头版头条 就是当他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个 第一张照片突说 所以台湾的一些部分呢都被影响水 所以我们有那个什么 什么一个礼拜或限几天的限水 所以这个限水 我们就会用这个词来说 ration ok rationing 所以ration的概念就是配给 还是那个字念配给啊 是不是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 这个词会有不同的发音呢 我打配给你看它还是出现我所认识的 所以你念成配给还是配给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英文就叫做ration 它可以是食物 像以前打仗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连糖这个东西 就白糖的糖啊都会ration这样 所以事实上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这边就把内文继续看下去 台湾应该是世界上雨下最多的地方 所以rainy这个字就是雨下的多 所以风是wind 风很大的地方就wendy 所以加个y就变成形容词了 所以rain加个rainy就是雨很多 那rainiest变成最高级 所以台湾是实际上最会下雨的地方之一呢 its climate is subtropical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所以我们的气候呢是属于subtropical 也就是亚热带 在这个我们的北跟中部是亚热带 and tropical in the south 而我们的南部就真正进入了热带了 所以为什么高雄屏東那么热 因为它已经在热带了 typhoons are common in summer and autumn 所以台风啊是很常见的 在夏天跟秋天 autumn 你们想说只会讲fall autumn也是秋天 and it also gets monsoons 所以monsoon这个词就是季风 所以我们也会有季风 那季风多半带来雨量 所以季风这个大家给你看 monsoon 这个词我觉得蛮美的 monsoon it rains so often here that umbrellas are placed at subway stations and businesses for anyone to borrow 所以我们的雨下得如此之多 以至于所以这里是一个so that的巨型 我们下得如此的长 it rains so often here that umbrellas are placed at subway stations and businesses 所以以至于雨傘就会放在地铁站 subway stations 以及任何企业的门口 任何想接都可以接 for anyone to borrow 所以我们的雨下这么多 but something unusual happened last year 但是很不寻常的是去年发生了 no typhoon hit the island 去年一个台风都没有 and there has been little rain in the past year 而去年呢 没什么雨 little rain就是没什么 that has plunged Taiwan into its worst drought in 56 years 而这个呢就已经让台湾进去 这个plunge这个字 有类似众生入水的概念 plunge 所以像通马桶的那个黑色的那个东西 那个叫plunger 因为你就让它整个弄进水里去把它通开 所以这个动词就是plunge 所以让台湾整个沉进去 所以plunge Taiwan into its worst drought 进入它的最糟糕的一次干旱 56年来的 many of its reservoirs are less than 20% capacity 所以我们很多的水库 所以这里词叫做reservoir 这不是英文字 所以它后面这个不念作 这个voir也没有这样子的拼音法 所以我们把它打出来 所以水库叫做re 它其实来自reserve这个字 希望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的结尾是voir 那可以加附数 所以这个念作reservoir reservoir 所以它的很多reservoir are at less than 20% capacity 已经少于20%的容量了 所以capacity容量 with water levels at some falling below 10% 所以这个水的level高度 已经低于10%了 已经很多的 那接下来说下去 大概重点来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篇报导 因为它其实觉得会紧张害怕的 还是台积电生不出晶片啦 因为你知道台积电现在 它这边有讲了台积电supports 就是全世界高端晶片 90%这么高 看我都想继续追 能不能追买一些台积电股票 所以它这边就有讲了 在新竹这边啊 什么二号水库什么干嘛的啦 那这边是一个台湾的 100 billio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primary water source 所以它是主要的水来源 primary water source for Taiwan's 100 billion dollar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00 billion是多少你知道吗 一个billion是十亿 百亿千亿 所以我们的 semiconductor 也就是半导体的工业 是1000亿美金的产值的 one billion 100 billion dollars 所以water level呢 是在它 所以就是历史上最低 the water level is at the lowest it's ever been only 7% fall 所以它只剩下7%了 这很可怕 所以这边你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照片 就真的很低很低 几乎真的是见底 旁边落出来的全部都是 就没水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词 tourist visit the depleted 宝山 number 2 reservoir 新竹 新竹宝山的那个水库 所以这里就 假设说这个tourist 旅客们 他们在造访着这个 已经干枯掉了 depleted 耗尽了的 宝山 number 2 reservoir 所以deplete 这个词就是耗尽掉 干枯耗尽 在水库里面大概都可以这样子用 deplete deplete 你可能记得complete 所以有deplete complete是完整 那deplete是没有的这样子 ok 那我们再看下去 还有一些其他的reservoir 也是dry up 也干掉了 那这个对全球的electronic sector 是可能会有很糟糕的影响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形容词片语就是 detrimental 就是对什么是糟糕的 我们把这个句子稍微 写出来一下下 所以你如果讲说 x is detrimental to y 所以它固定的阶系词是y 这里的意思就是x对y来说 是有很大的破坏力 假设今天熬夜会让健康造成破坏的话 你就可以说staying up is a habit that is detrimental to health 所以 detrimental 对什么 对y是不好的这样 所以这边说的 如果这个reservoir 再继续干下去的话 it could be detrimental for the global electronic sector 他这里用的是for 不用to 但我想这无所谓 ok 所以对于全球的 electronics sector来说 detrimental because so many of the products people use are powered by semiconductors 因为这么多的 我们人们用的产品 都是由semiconductors 来当作这个力量的这样子 所以computer chips made by Taiwanese companies 台湾正造的 所以下一句就我刚刚说的 90%的 around 90% of the most advanced microchips are manufactured in Taiwan 所以最先进的这些微晶片 microchips 90%生产在台湾 are manufactured in Taiwan cool 所以这 他们是一些很关键的物件 so they are key to objects 对于这些物件很关键 they are key to objects 那这些物件的范围包括有 ventilators smartphones 所以ventilators 是呼吸器 所以呼吸器啦 智慧型手机啦 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and the pandemic has left demand high and supply tight 所以这个疫情 使得这个demand 变得很高 因为大家就换手机 然后大家滑 这样子 那就让supply 变得很紧 so it has left demand high and left supply tight 那现在美国就担心 太依靠台湾的晶片 不过是大概也没办法 alright 所以这边说 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 所以这个sector 是一个 对我们这个 岛内整个经济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贡献者 so the sector 什么sector semiconductor sector 这个industry is a big contributor to the island's overall economy 所以它是一个贡献者 给我们这个岛上的整体的经济 to the island's overall economy but it requires a lot of water to clean the wafers that go into many tech devices 需要很多水 来clean 清洗那个 这个wafers 就是 其实也就是晶片 那wafers不是叫chips吗 chips也可以是potato chips 所以总之chips也是 就是小片小片东西 所以wafers也是 我相信你知道 有那什么威化饼 那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的 所以其实一样的概念 所以一片东西 你叫到chips 叫到wafers都可以 所以洗晶片 这样子 那这些晶片 是要进到很多的tech devices 那struggling to ensure supply 所以大家挣扎着 来确保 我们能够供应的出来 所以政府呢 就停止了irrigating irrigating more than 74,000 hectares of farmland farmland last year 所以去年啊 就74 hectare hectare hectare就公顷 所以政府停止了灌溉74公顷的farmland 就农地 所以irrigate 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在等的灌溉 所以政府停止了灌溉 irrigating irrigation irr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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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74,000 hectares 所以hectare是公顷 刚刚说过 alright 所以这很糟糕 那 再看下去的话 呃 我们就讲到 其实农夫也不好啊 農民们也不开心 因为你这样子 停止灌溉很糟糕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 继续说下去就是 政府是要来 补偿这些farmers so the government is compensating farmers 所以这边这个补偿 或者啊 你知道在健身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是代偿 我讲很多人一定就已经知道 可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说一下给你听 所以代偿的话就是 当你在举重 像假设你一个举一个肩膀的一个 肩 肩推或之类的 那你如果肩膀很弱 可是你举得太重的话 你的肩膀就会变成不是他主要在处理 你如果轻一点 你可以肩膀完全独立的运动 把东西举起来 可是你如果举太重的话 你就会你的 我讲刚刚的肩膀是这个 这个戈背头啊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 你举的东西太重的话 你的这个地方shoulder 就会一起帮忙处理 甚至你的整个背 甚至你的脖子就一起帮忙处理 把东西抬起来 所以这个就叫做 大家一起去代偿他 代偿他该出的力量 这个东西就叫做compensate 在健身里面也是同一个字 所以你的肌肉不要去compensate 你在举重的东西 compensation 所以政府补偿农夫们 也是用同一个字 compensate so the government is compensating farmers 但是这边这个人却说了 有很多的地主啊 就把这些补偿给拿走了 因为他补偿是补给地主 而不是补给在上面耕种的农夫嘛 所以the landowners take the subsidies 所以这边有一个subsidies 就是政府的补助 subsidy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把讲的动词 subsidize 也是很常看得到的 像 例如说 柯文哲在盖一些公宅 公宅 那公宅的话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称它为 程度上是叫做subsidized housing 因为是由政府补助你 所以它可以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subsidized housing 也是这个词是有的 so 所以可能是landowner 拿走了subsidy instead instead and farmers can't object can't object for fea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lease the land 而农夫们不能抗议 they can't object 所以这里object这个词 我们讲过物体 发音是object 那他们抗议 动词是object farmers can't object for fea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lease the land 所以他们不敢抗议是因为害怕 那地主如果不把地租给我 那我就完蛋了 对不对 for fea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lease the land 所以lease这个词就是长租的意思 然后说租不是rent rent 比较不是长期的 alright 好 所以 就很惨 我讲一下就觉得很惨 好 然后再看下去的话 我们直接看里面的一些 这个 我刚刚有讲到一个很想要讲 就在这里 所以 我们其实不是非常关注全球暖化 我自己认为 我们在台湾其实对全球暖化的关注 是不太够的 所以这边讲了 climate change has never been a center of discussion in our government or society 所以全球暖化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讨论中心 has never been a center of discussion in our government or society 在政府也好 或社会上层面也好 although everybody talks about being afraid of climate change 虽然每个人都探讨都在讲害怕他 ok everybody talks about being afraid of climate change it tends to be lip service 可是这事实上常常就只是空话 所以自己这个lip service这个词啊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嘴唇的服务 是什么鬼啊 听起来好像还涩涩的 有没有 并没有 所以真的也就是你嘴唇动一动 啊我们应该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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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只是嘴唇动一动而已 完全没有手去动 所以这个就叫做用嘴唇帮你服务一下下 服务某一个cost 所以lip service前面常出现的一个词 动词是pay so you pay lip service to something 就跟pay attention to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把attention变成lip service 所以这边就是再重复一次 所以我们大家都太怕全球暖化 但我们讲了一大堆多半都只是说空话而已 so although everybody talks about being afraid of climate change it tends to be lip service so people pay lip service to the cost but they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so they express care but they don't take any action 所以他们会表达关切 but they don't take any action 不会做任何的活动行动这样子 所以这是里面他采访的一些台湾的 台湾的一些同胞们这样子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讲了再多讲几个词 这个词大概就是 这几个词可能会出现在托福里面 雅思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托福常讲到这种地质学上的一些文章 所以这一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这边讲到台湾其实很重要的 很糟糕的一个地方是 我们会有一些水管的破裂 所以事实上这边说的 leaking pipes have caused Taiwan to lose nearly 14% of its water 所以水管破啊 水管漏啊 其实事实上造成我们失去了14%的水 还不少耶 so caused Taiwan to lose nearly 14% of its water deforestation has also led to soil runoff when it does rain 所以deforestation 你看到里面躲了forest的这个字就是森林 那地开头多半就是去除掉没有了 所以deforestation就是砍森林、砍树木 所以砍树木也导致什么呢? 土壤流失 所以这个runoff也就是 雨一下下来 它就跟着水一起 就runoff了 那个水本身也可以叫做runoff 这个就叫做runoff water 也就是水下下来没有进地下 然后直接冲刷进了溪里或甚至进了海里 我们就叫做runoff water 或者叫做runoff rain runoff 所以soil runoff一样的概念 所以soil是土壤 所以deforestation就造成了土壤流失 所以这边就写一下 所以土壤流失 我们这边就写叫做soil runoff 那直接runoff 事实上到了一个地方 比较平了之后 它就会沉积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叫它sediment 啊 托福的同学对这个字一定超级熟的 所以刚刚再说一次 deforestation has also led to soil runoff when it does rain 当它真的下雨的时候 斗点后 leading to sediment build up 所以导致出的sediment的build up build up就是累积 所以sediment这个词讲一下 像你在地球科学 可能学过一个词叫沉积岩 那它就叫做sedimentary rock sedimentary rock 就是地球科学讲的沉积岩 我就把它也打上去 所以它变成形容词 sedimentary 所以sediment也是名词 好 所以造成了sediment build up in the reservoir 所以在水库里面 就造成了沉积物慢慢累积起来 而也就能够 也就剥夺了它们继续 就是除水的能力了 因为你的容量就这么多 然后里面沉积物慢慢堆积起来 你能除的水相对就少了嘛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deprive 这个词叫剥夺 so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capacity to collect more water during rainy periods for use in dry spells 所以就剥夺它们能够的这个capacity 就是容量 来去收集更多的水 在rainy days的时候 在rainy periods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用在干汗的时候啦 所以这边有一个for use in dry spells 所以这里的dry spells 也是干汗器 spell一般来说可以被理解为是 施魔法的那个魔法 所以施一个魔法叫做cast a spell cast a spell 所以就很像老天降咒有没有 老天施魔法让你没有水 dry spell 干的一个魔法这样子 所以在dry spell的时候 我们如果水库可以积多一点水 就可以用啦 可是我们里面有很多sediment 所以导致于收集不了这么多的水 好然后 再来他下面有讲说 其实我们 通常在这个季节是可以稍微有点乐观的 可是不应该 因为 所以我这边看一下 yeah ok 然后还有人就有什么 是求雨的仪式之类的 求妈祖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边有讲 it's hoping the annual rainy season which normally lasts from mid-may to mid-june will bring lots of shower 所以我们希望着 每年的这个雨季 rainy season 通常是 mid-五月到mid-六月 所以五月中六月中 可能会带来一些雨 but it shouldn't get its hopes up 所以但是我们却不应该 抱持高度希望 get somebody's hopes up 所以这个句子常常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都不 就劝人家别抱希望 所以我们常讲成 don't get your hopes up 把你的hope up起来 也就是把期望提高起来 不要 所以这里说了 it shouldn't get its hopes up 下面补充了 last year去年的五月的时候 到达五月的时候 the rainy season was over and not enough rain had fallen 所以raining season已经结束了 结果不够 雨下来的雨还是不够的 所以哇 听起来真的蛮惨 好那最后我们讲一个词 虽然说刚里面 我看里面有没有 应该也会有才对 所以tap water yeah ok 所以这边说for now people with no tap water fill up people with no tap water fill up their buckets twice a week in advance 所以要是你今天 没有自来水的话 你就会在两周前 先除好水 用水桶或之类的 所以这个tap water 也就是自来水 所以自来水叫做tap water 因为它无论如何是water 当第二个字 所以它是一种水 so there's dirty water clean water tap water rain water so there's tap water 好 那水龙头呢 则是 第二个字是水龙头 所以第一个字是water 第二个字是tap 所以你看这两个字很有趣 你把这两个字调换 就是另外一个字 所以tap water是自来水 因为它是water water tap是水龙头 因为它是一个tap 什么是tap 这样子 这样就是这个动作就是tap 所以水龙头不就是 开一下关一下这样tap吗 所以water tap 大概这样解释也就够了 那好 没有水怎么办 我希望台风会带来水量吧 那我们礼拜一大概就先把这一个 虽然说感觉还是蛮骄傲的 we should I guess we shouldn't be proud should we be proud of it we should be proud that we're supplying over 90% of the world's microchips we should or maybe it's because they're worried that we cannot provide 所以他们担心还是自己而已 but I gues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either you know the world is every man for himself 所以我们也是感谢你们担心我们没有水用 不过 台湾一定会没事的 我相信 我们对这事情还是要抱持一点希望 so anyway 我是Paul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